網路上朋友大家好,我是Mark 如果你今天想要養成 Top Sales的其中一項基本功 也就是陌生開發 他也是其中一項基本功夫之一 也就是讓你走到外面 可以隨時隨地順手去認識任何人 開發任何人 跟任何人洽然合作 完全變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你就需要具備以下三個重要的心態 第一就是要有被拒絕的勇氣 那是因為業務陌生開發被拒絕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懷疑被拒絕很正常 但是問題就出在你是怎麼看拒絕這件事情 這兩者對你而言是好事呢 還是他是一個壞事 所以你要很清楚 很多人他會把拒絕看成是負面的單字 但是對於超級業務Top Sales而言 拒絕他同等於兩個單字叫做機會 所以至於為什麼叫機會 請把你的答案寫下來 好第二就是不要預設立場的心理 這個有點像是童話故事Fairy Tales的概念 總是Happy Ending 不一定不一定 所以不要一開始就預設故事的結局 王子跟公主從此就過著 幸福快樂美滿的日子 不一定嘛對不對 好我這邊舉個例子 假設呢有一對情侶正在熱戀期 可能兩人正在被 正被愛情重溫頭 可能彼此盲目的狀態 兩人都覺得互相覺得 這個人我嫁定了 這個人我娶定了 所以結果你思考一下 結果的結局 這對情侶一定會走到婚姻嗎 不一定嘛對不對 結婚前總要先敬見對方家長 也要判斷一下對方跟對方家庭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概念 它就跟開發的概念是一樣的 你覺得這個人很有條件 你覺得這個人個性很好 很適合你的項目或產品 或是你們從陌生變成好媽級的狀態 就表示他一定會接受你的項目進而成交嗎 不一定嘛 所以當你還沒有判斷足夠資訊的前提之下 不要這麼快的做結論 所以不要預設立場 而是站在對方立場 那第三呢 就是要保持對自我能力的肯定 Topsails超級無要學會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去說服對方 而是所謂的篩選 篩選出對的人 誰才是你要的顧客 所以你要學會的是 如何去溝通 提問 引導 判斷 與解決對方 可能心裡面的疑惑 或心裡面的疑慮 或是一些反對 因為人都會根據自身的想法感受 甚至他本身的觀念 進而去思考的 所以業務的能力 就是提出一個量身定做的解決方案 促使顧客去做接下來的採取行動 也就是成交嘛 就有點像是醫生針對不同的病人 開出的處方箭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越快知道對方的手上的牌越好 這就是成交的技術 而他也是一種能力 好的 以上就是陌生開發三個重要的心態 今天就用簡單一些時間跟你分享 如果你能夠掌握這三個心態的精髓 你就能在任何地方 任何場合 任何時間 開發任何人 我亂講 我爹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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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有趣的 我爹講 你爹講 嘍 你說 秋